好,首先这个面线的部分 一般是三倍的水 然后一倍的面线去汆烫它 这样可以有效地把我们的面线里面 盐分做一个释出 好,首先我们先把我们的青花菜的部分修煎之后 我们放到我们的热锅里面 稍微做一个汆烫的动作 烫过之后可以把我们的青花菜做一个熟成 好,来,我们现在把这个青花菜汆烫 这个时间大概在一分钟左右 好,一分钟 烫过之后我们再把这个面线给它做一个煮熟 那面线熟成它的体积很小 面线的体积很小 所以熟成时间非常快 那熟成之后我们捞起来 捞起来之后要把它泡冰水 就是降温,泡冷水 那它降温之后我们来卷起来 卷起来之后我们大概要跟虾子一起下来煎 所以虾子可以吃到Q弹的口感 那我们面线要吃外酥内软的这样的一个口感 好,我们这个一分钟左右就可以把青花菜捞起来 过一下冷水 好,我们利用汆烫青花菜的这个水 来烫我们的面线的部分 好,把它拌下来 好,那我们把它稍微拨动一下 因为面线它的这个组织里面 我们先稍微把它拨动一下 遇到水分之后 它才会形成这个分离 如果说你是 这个一坨丢下来就不要动它 它会不会形成沾黏 好,那这个拨动之后呢 利用水的这个滚沸的这个冲力 就可以把我们的面线做有效的一个分离 好,滚起来之后就不用去动它 好,但是滚起来之后它的这个时间 好,冷却这个收成时间很快 好,滚起来呢,我们就计时 好,大概一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 好,就可以了 好,这样其实就差不多了 因为我们这个面线待会呢 我们要做一个这个尖的动作 好,尖的动作非常重要 好,这样子 好,我们的面线组织有点变白 好,变白,中间有一点点的这个夹身 这样就可以撈起来 所以不能再煮得太烂了 因为煮得太烂的话 它那个整个口感 待会就算你煎了之后呢 那口感上也不会像我们预期这样子 所以老师说 其实你这个面线大概煮到九分熟就可以了 对,好,来 那这样子好了之后呢 我们面线冲冷水 然后我们运用这个两个筷子 我们用手这样把它分离 然后用一支筷子的部分把它挑起来 好,这样在上面 在水中里面这样挑 好,挑起来可以顺便 好,顺一下我们的面线的这个 这个就是让它变得比较平顺一点 好,顺起来之后呢 我们另外一支筷子再贴过来 贴过来之后呢 它就会形成一个这个夹着 夹着之后就卷 好,它就可以卷 好,所以你看我们这个面线卷出来的这个 都是很平整 对,然后另外一边 我们用手把它面线捏断 就把它捏断了 对,然后缺口朝下 好,这样把它顺一下 这样这个面线呈现出来的这个平整度 就非常平整 好,我们把它取出 就这样要一卷一卷的就对 对,因为我们大概要来煎它 好,重复这个动作 好,这个动作观众朋友有没有看清楚 老师说你稍微用筷子去把它剥一下 对 好,不要说底下这样都是一坨一坨的就不行了 对 好,重复这个动作 好 好,那我们把它卷起来之后 好,那这边要注意一件事情 卷起来之后先让它静置一下 让这个空气里面把水分挥发 挥发之后它这个面淀粉浓出的时候 就形成沾黏 好,在沾黏的过程里面 我们就可以定型 把这个定型 好,我们现在锅中加入一点油 我们要来煎 好,我们用一点这个橄榄油 好,摆下来之后油摆下来 我们要下来煎 好,那我们的这个虾子的部分 我们要去壳 去壳之后开背 然后把肠里去除掉 好,这个虾子我们就是吃原味的 好,我们现在把这个面馅的部分 把它用手这样把它挑起来之后 摆下来 好,摆下来 好,观众朋友看到 老师在放它的这个面馅的时候 非常的轻巧 而且其实它的手距离锅子 是非常近的 其实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 就像很多人煎那个蛋 它很怕被那个油喷到 蛋放得很高 结果反而会喷到 其实这个时候你反而是 很近的距离 反而你比较不容易受伤 因为那个比较不容易油爆 是,好 我们这个 因为面馅的部分 煮汁里面比较容易吃油 我们再加一点油 好,把它煎 好,那这边在煎的过程里面 我们最主要要注意就是 这个面馅体里面的一个水分 好,这水烟的部分让它挥发 挥发之后呢 我们看它的一个 边边的一个色泽 我们最主要是煎到两面 形成酥脆 里面的部分形成有点软软的 好,接上色状 我们把它发面 好,这样把它煎到上色 好,上色之后呢 我们把它... 待会要先把它取出 好,两面给它煎上色 好,这个也是很重要 然后我们现在虾子的部分 锅中留有一点点的油 虾子我们出这个锅 把它煎熟 好,那我们今天这个料理 是要吃它的一个原味 那我们待会调一个酱汁 把它淋下来 所以都没有腌嘛 对,虾子不用腌 我们就开火把它煎熟成这样子 好,那接着呢 我们现在要来调一个酱汁 酱汁的部分呢 我们运用了这个洋葱丁 好,那这个酱汁呢 我们要吃它的一个 辛辛辣的风味 好,我们的洋葱切小丁 还有我们的蒜头 蒜末 还有我们的这个橄榄油 还有我们这个辣椒水 Tabasco 我用Tabasco 对,对,辣椒水 好,摆下来之后呢 我们加了这个红酒醋 好,它会有一点这个酸 然后香 还有我们的这个辣椒水的这个微辣 好,就这个在夏天吃这道 非常非常的开胃 然后我们也加热这个我们的 番茄 去皮去脂的这个番茄丁 好,我们把它拌匀 拌匀之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 洋香菜末加点下 好,这样把它拌匀 它会有一点这个 辛香料的一个风味 好,这是我们的基底醬汁 好,我们现在把这个 虾子的部分煎上这之后 把它翻面 老师,我发现你真的很可爱 我真的是觉得 我们两个都是花蕾人 我真的是鱼有熔烟 怎么说 你连虾子都要排队 好像在阅兵 是,我们这个煎 你在干煎 就是虾肉的蛋白质 碰触到我们的锅底 它的特殊 就会有特殊的一个香气 那吃起来的这个风味 就很原味 好,这样煎 你看,他还要给它排队 我刚刚说排队 它翻完面 它又排不一样的队形 对,给它接出热锅 好,那这样我们把 我们的这个青花菜的部分 把它做一个尾边 让我们的色泽上面 留一个橙色 对,颜色上面比较美观一点 这个在我们现在夏天里面 是特别受到欢迎的菜色 好,那这边我们这个虾子淋一下这个酒 好,一点点酒去一下腥味 好,把汤汁收干 好,这样子呢 我们就直接把虾子取出 把它排一排 好,摆下这边呢 我们现在利用了这个 酱汁的部分把它淋在上面 所以老师,这道料理最好是要吃的时候 再把酱汁淋上去 对 不然面馅今天 口感上面会变软软的 对 其实这道料理很中西合并 因为你上面的这个洋葱番茄酱汁 感觉有点像那个沙沙酱对不对 感觉沙沙 对啊,所以说面馅又是很 很抬啊,对不对